《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大家好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 这一集我们来到黄河最重要的水利设施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 青山不墨千秋化绿水无弦万古琴 正值一年一度的小浪底调水调杀期间 只见黄河水喷涌出巨大的水柱 犹如咆哮着的黄龙飞腾而出 鸡舍的巨浪犹如万古雷洞 汗天冻地 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看出来了 小浪底的水流是从大坝左岸的山体中喷涌而出的 而三峡等多数大坝的泄洪坝都建在位于大坝的河床中部上 这样的区别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先听一下小浪底水利枢纽风景区的介绍 下面我们大家刚才来的时候老远看到小浪底这三个字的那个地方 就是这 这个是它的大坝 这是主体工程大坝 还有一个工程是这边的这个工程 这个叫进水塔 这边这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是一个山把山给掏空了 掏空了以后在山里面修工程 在外面我们看是一座山 在里边是四通八达的 有一百多个洞 我们表面上能够看到的这个是进水塔 从这往里边吸水 这个叫易红道 什么叫易红道 易红道叫千年等一回 为啥呢 因为它修在最上面 当这个上面这个地方的这个水位达到一定警戒线以后 这里边是不开放的 顺着水会顺着这个往下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水位一旦达到警戒线 这个就开始往下流 不让它超高 正常情况下 进水塔是干嘛呢 是把这个水位当下游出现旱灾的时候 从这个地方流水 通过这个地方开始往下流 这个整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外面我们看不到 只能看到里边 而且在这个位置 还有六台发电机组 就是我们整个小浪底 它的作用是干嘛呢 防洪 防烙 简鱼 防灵 泄洪 排沙 坚固 供水 灌溉和发电 对 所以说这里边有六个发电机组 每台发电机组的单机容量是30万千瓦 如果六台发电机组全部用起来的话 就是我们整个河南省最理想的一个调缝电站 与多数大坝一样 三峡大坝主要任务是防洪 发电 航运 对比之下 我们发现小浪底工程强调了 简鱼和灌溉的功能 少了航运功能 并且弱化了其发电功能 小浪底大坝 为什么如此与众不同呢 这还是要从黄河说起 黄河之害在于多沙 因为多沙 造成黄河 善淤 善绝 善息 三个独一无二的特点 黄河善淤 造成潜滩密布 黄河善息 造成河道河船游荡 主槽多变 行船困难 黄河水寒沙量高 还增加了航运的阻力 所以 黄河航运的价值不高 河面上很少看到航运船只 黄河多沙之害 庆竹难输 如今 小浪底工程对黄河之害 解决得怎么样 它 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说起来呀 小浪底建设可是真不容易 面临着先天不足 泥沙之困 断流之害 等诸多的难题 先说说先天不足 小浪底的坝纸地质并不好 两岸山体由断层割裂的紫砂岩 泥制叶岩构成 结构承载力很差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非要选择在这里建坝呢 这可就要说到小浪底的位置了 小浪底工程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 虽然离出海口还很远 但是能控制占黄河总流域面积的92.3% 操纵黄河输出沙量100% 所以这里可以称得上是咽喉位置 在三门峡水利枢纽失败以后 这里也是唯一可获得大库戎的水库坝纸了 因为小浪底河床有70多米深是沙力石覆盖层 地基不稳固 并不适合建混凝土坝 所以小浪底建设了中国最大的土石坝 为防止泄漏 在坝下还筑起一道混凝土防渗墙 最深达80多米 堪称地下长城 小浪底把大坝左岸的山体几乎掏空 修筑泄洪工程 开凿了108条洞室排沙泄洪 泄洪口下面 还修建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池塘 肖里池 这个地方叫肖里池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最集中布置的三个两极肖里池 什么叫肖里池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水灯火打开底下没有东西接水 是不是就把底下全冲坏了 一水潜石 对不对 同样这个力量也是很大的 如果说这些水沙冲下来 没有一个缓冲系统 它也将会对我们的河床造成什么样 巨大的冲沙和破坏 所以说这里呢是28米深的肖里池 水瀑布直接进入的是28米深的一极肖里池 走到这里的时候是二极肖里池 这两极肖里池一共有三个 一号二号三号 它是目前咱们世界上最大的最集中布置的三个两极肖里池 它的面积相当于标准的足球场 七个大那么大 坐落在近陕峡谷出口处的小浪迪水库 就像一个大水盆 南旭上游洪水 它能够将花园口红风流量 由每秒三万四千四百立方米 削减为每秒两万两千五百立方米 使下游防洪标准 由建设前的六十年一遇 提高到千年一遇 自从小浪迪水库建成后 黄河沿岸百姓 再也不用过担惊受怕的日子了 再说说泥沙之困 说到黄河之沙 不得不提到万里黄河第一坝 曾经被一代人寄望黄河清的三门峡大坝 三门峡位于小浪底上有130公里 坝纸下面是坚硬的岩石 地形与地质条件极为优越 于是在黄河考察团组长 远苏联专家克洛略夫的决定性建议下 三门峡工程上马了 然而跟前苏联的河流不一样 黄河是条多泥沙的河流 正如原苏联泥沙专家康恰洛夫所说 科洛略夫对河流一窍不通 仅就工程角度考虑无法理解河流 工程将复杂的黄河泥沙问题简单化 隐患就此埋下 1960年 三门峡大坝基本建成 九月开始蓄水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库区内泥沙淤积成灾 并向上游延伸 为何河闯泥沙淤积 关中平原地下水位上升 八百里秦川大片土地出现 岩碱化和沼泽化 三门峡工程就此成为黄河制沙 后人反思和借鉴的明镜 为吸取三门峡大坝的教训 小浪底工程利用秘如珠网的排沙泄洪洞 采用人工扰沙方式 非汛期下泄清水斜沙入海 人造洪峰充淤 实现河床下切 把淤积在黄河河道和水扩充的泥沙 尽量多的送入大海 近几年啊 小浪底每年汛气排沙量 都超过了3.3亿吨 按照原设计 到2020年 小浪底水库设计蓝沙库戎全部淤满 但实际上 经过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的成功运营 截至2020年 它的实际泥沙淤积量 仅占设计蓝沙库戎的42% 同时呢 原来黄河下游河床每年以10厘米速度提高 如今 河床不升反降 平均下降1米多 黄河入海口向渤海推进了1公里 并且 黄河下游主河潮的最小平滩流量 从每秒不足1800立方米 增大到目前的每秒近4000立方米 过红能力显著提高 最后说说断流之害 黄河已占中国河川净流2%的有限水资源 担负着全国12%的人口 17%的耕地 水资源严重匮乏 上世纪90年代 黄河几乎年年断流 1997年 山东历经全年断流226天 断流河段甚至上延至 离入海口约780公里的开封附近 幸运的是啊 2000年开始 小浪底水库一期工程竣工 开始发挥调蓄作用 黄河下游再没有出现过断流 维持河流健康生命 成了小浪底的重要理念 可能有人会问 小浪底每年调水调沙 不就一下子把水排空了吗 怎么保证下游长年不断流呢 为此 黄河流域龙头水库采取了 一高一低的跨时空联动调节策略 黄河流域洪水的发生时间 兰州以上一般是在7月至9月 三枚峡之花园口之间 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 由此呢 利用黄河上游龙阳峡 刘家峡水库蓝红消风 在保证防洪安全情况下 尽量多蓝蓄洪水 维持水库高水位运行 中游的小浪底水库 乘上起下 降低水位运行 流出足够防洪库容 这样既确保防洪安全 又可以保证 整条黄河全年不断流 眼前的这个广场 是纪念小浪底工程建设成就的 小浪底工程 1994年9月开工 2001年12月竣工 工程利用了世界银行贷款 是一个国际化的项目 大坝工程标 是以意大利 英伯吉罗为责任公司 泄洪工程标 是以德国序普林 为责任公司 银水发电系统标 是以法国度美资为责任公司 据世界工程智慧之力 建成的小浪底大坝 彻底锁住了 几千年放荡不济的黄龙 让黄河这条亥河 真正变成了造福百姓的母亲河 和三峡大坝比较 我们不禁深深佩服 只花309亿建成的黄河小浪底大坝 其作用丝毫不差于花了 2079亿修的长江三峡大坝 汉山翼 汉黄河泥沙南 小浪底工程 犹如无味的岳家军 以沧海横流五月崩催之势 终于撼动了黄河泥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蓝湾沙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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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蓝湾 订阅 订阅 转发 编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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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嗯看 诚实吉他呼噜动呃 小化塘浅打柄 带出头手势就算和朝天圈 朝天圈 小浪迪的每一次调水调沙 都会带来黄河流鱼的奇观 下一集 我们去品尝美味的黄河大鲤鱼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关注订阅留言转发 支持我们呀